臺中市長選舉藍綠對決 這次由最年輕的國會副院長蔡奇昌 立平市長媽媽盧秀燕 蔡奇昌批評盧秀燕決戰四年來 臺中停滯不前 像是終結綠線虧損十四億多元 藍線動工也遙遙無奇 社宅只規劃九百零五戶 還將社宅用地賣給財團 面對質疑盧秀燕低調不回應 主打其他政績讓市民有感 臺中 你這幾年好嗎 空氣還是沒有喚醒 交通還是很不好 民進黨台中市長參選人蔡奇昌 推出競選廣告 以黑白色調反諷台中現況 包括空污 交通 社宅等問題 導致台中停滯不前 失去光彩 盧市長這四年對社宅政策 他並不認真也不重視 他先大砍了當時林市長的 所定下來的目標 第二個他這幾年完工的社宅數量 市府主動展開第二階段建設 不過蔡奇昌指出 盧市府上任後 自行規劃只有九百零五戶 其他都是延續前市長林家龍的規劃 興建 還把社宅用地賣給財團 目標很清楚四年最少要蓋八千戶的社會住宅 那同時我要擴大租屋補貼 換言之透過社宅的大量供給 然後社宅設施的完善 社宅跟原來社區的一種融合 讓年輕朋友在台中可以很輕很容易的 在台中可以成家立業 終結綠線去年四月二十號通車至今 今年九月突破千萬人次搭乘 一條綠線耗時十一年才完工 但開通至今虧損超過十四億 下一條藍線何時開通人事未知數 中央已經在核行性評估已經通過了 那表示對於這樣的也很認同 因為中央 那現在就在做中核性評估的審查當中 只要中央核定 我們馬上就可以開工 四年內動工 一百公里輕軌捷運 串聯台中三海屯環線的路網 比照高雄經驗 我們快速核定局限跟屯區的直線 蔡其昌不只喊出四年內要讓中夕藍線動工 還要再核定四條路網 社宅四年蓋八千戶 以行動派利拼有執政優勢的市長媽媽 蔡美産共和平英國 自然ק寸 斡軍送給資產 兩天 中央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